我跟陈万水结婚一年多以后 要生孩子钱不够 我就跟教授说 还有为什么功课大 他要我看老的人民日报 从1949年都在微卷上面 microfilm上面 每看一年 他给我100美金 我从1949年 看到68年赚2000块 所以我看过的 简体制的人民日报 是每一页看过 看到68年 你的教授希望研究的是什么 那位教授叫Peter Gannes 后来他主要是研究 大陆上的对外政策 早期大陆上特别 对于亚非拉的 那个开发中国家的这些外交 有独特的一些想法 那时候用了四个字 叫做武装斗争 武装斗争 毛泽东不是那个时候讲的 建国的三大法宝 对不对 党的建设 武装斗争 以及这个统一战线 或许很多人会亚裔 宋处于对大陆的了解 而在我的访问中 他对一个中国理念 保持之深之坚定 令我印象深刻 即便是看待中国的视角 也是如此 这个是挂在我原来省长的办公室 叫做鲜明渡海拖 您看这些唐山过台湾 飘洋过海 从大陆到台湾来 寻找的是一个希望 这个象征书 台湾人基本上有两个特质 第一个不认命 他如果认命 他就不会飘洋过海 我觉得身体危险 第二个他爱打拼 希望找一个新的喜欢 这是我希望看他 台湾真正所需要的 不是可怜和怜悯 希望要尊重他的 那个创造和他打拼的 那个公平机会 这是台湾人真正 在这几十年来 所坚持他的一个能够继续发展的 那一个基本的权利 但是现在看起来 就受到政治的影响的结果 我们越来越消沉 那就看不到未来的发展 我看到最近大陆上面 九十年中国共产党的党庆 党庆 这个胡锦涛先生发表了讲话 他所说的大陆上所面临的四个危险 跟四个考验 其实何止是大陆如此 中国历史上如此 台湾也面临相同的问题 我在这个地方特别向您来说明的 那就是两岸处于关键的时刻 两岸都需要 强本 什么叫强本 胡锦涛先生讲的四个危险 四个 这个 这个 这个问题 这个四个挑战也好 问题也好 不都是希望 要能够强顾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运作 找回我们政治上最重要的一个主题 那就是自己能够争气 才能够让国际整个社会 能够重视我们中华民族 让我们好好的努力十年二十年 来创造中华民族 能够有两三百年真正的太平生死